线上教学指导老师李敬明老师 赖程式通话使用方式影音编辑李佳莹 上语音通话课程正式开始了 首先老师会发起一个音乐的 电脑上课中生响起了 再来老师会发起一个群组语音通话 线上直播教学小组四人 call群组语音通话已开始 下午3点23 下午10点23分 线上直播教学小组四搜寻按钮 群组通话按钮 加入按钮 快点两下加入 加入提示群组语音通话进行中 您要加入吗 群组确定按钮 确定点选确定按两下单词 这样就进入群组语音通话 此时需打开麦克风时 点选左下角 会有个关闭麦克风或开启麦克风 当老师提及时再开启麦克风 进来时可先滑动到最左下角 第一个点选关闭麦克风 快点两下就关闭了 再来要把声音调大时 再往右滑两个 就会开启喇叭或关闭喇叭的按钮 那个就是扩音的功能 此时滑到这个按键时 关闭喇叭的按键时 快点揽下开启喇叭 就可以扩音 听到更清楚的音乐 按钮 这样老师的音乐就会更大声 最后课程结束时 滑到最右上角 退出通话 有个退出通话 就即可退出通话咯 单纸快点两下 退出通话按钮 就关闭通话了 以上就是群主语音通话的使用方式 谢谢大家